反毒局长钟落马 作为南方某经济大省 官场围绕经济犯罪滋生的腐败尤为突出 然而近年来怪事频频 多位被检察院反毒职侵权局调查的官员 却最终被从轻处罚 有的竟然能堂而皇之的移民国外 直到检察院反毒职侵权局局长周乔虎 被立案查处才真相大白 他的情妇萧素燕一同落网 据周乔虎交代 真正的反毒局局长其实是萧素燕 他想让谁移民谁就能移民 要想全身而退就得给他送钱 而在近十年里 萧素燕和周乔虎 与已经移民美国的妻子合谋 将近三十名贪官移民到了国外 逍遥法外 堂堂反毒局局长为何甘愿被一个女人控制 萧素燕又是如何与周乔虎的妻子合谋 成为移民专家的呢 种种疑问都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 而渐渐找到答案 2006年8月的一天下午 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副厅长 率队在机场迎接空降 担任省反毒职亲全局局长的周乔虎 很快在机场出口处 高大帅气的周乔虎 拖着行李箱出来了 成熟稳重 十年四十八岁的周乔虎 没有给前来迎接的同志们多少惊讶 而真正令大伙大跌眼镜的 则是仅跟着周乔虎的那位苗条的美女 年龄只有周乔虎的一半 这位小鸟依人般的妙龄女郎是谁呢 周乔虎的千金 妻子 前来迎接的人们 不禁把疑惑的目光聚焦在这个女人的身上 周乔虎故作平静地给大家介绍 这是她的表妹 名叫萧素燕 刚大学毕业 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便跟她过来考察考察 看看有没有适合她的工作 带着表妹妇人 如果没有强硬的后台 谁敢如此高调 周乔虎的后台确实非同一般 她大学毕业后 分配到法院系统工作 并得到领导的赏识 先后担任处长 副局长等职务 能从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混到局级领导 其后台不言而喻 加之在官场混迹多年 她在京城网络落了不少关系 周乔虎一直在纪检法部门工作 称得上纪检法战线的一名老兵 严格说 作为反腐战士 她早该练就巨腐防变的能力 可恰恰相反 随着职位的升高 她的防腐功能渐渐的弱化了 周乔虎颇有心急 在伸手索要贿赂时 为了谋求更高的保险系数 她将妻儿移民到了美国 自己一个人在国内逍遥自在 2006年3月 周乔虎到青岛开会 组委会安排周乔虎游玩青岛 带着周乔虎等人参观的 是旅行社实习的导游肖宿宴 肖宿宴是青岛本地人 一米六五的个子 苗条高条 皮肤白皙 漂亮迷人 望着美丽可人的肖宿宴 不禁主动与肖宿宴闲聊 还故意透露自己的工作单位和职务 肖宿宴一直想等大学毕业后 到北京发展 可是毕业在即 她正苦于在北京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她得知周乔虎在中央工作 还是局级高官 突然觉得 如果能得到周乔虎的帮助 自己到北京发展 一定会非常顺利 为此 肖宿宴自然不会错过 劫持周乔虎的机会 这天的游城 两人相谈甚欢 当天 受周乔虎的邀请 肖宿宴陪同周乔虎 到一家高档酒楼吃海鲜 周乔虎当即向肖宿宴表态 肖宿宴大学毕业后 到北京发展 她一定鼎力相助 肖宿宴非常开心 将周乔虎当成了奔向北京的跳板 当晚 随周乔虎进了她住的宾馆 一夜晴 令周乔虎恋恋不忘 但是 周乔虎工作忙 没有出差的机会 而肖宿宴也要忙于毕业考试和毕业论文 没有时间来北京 2006年8月初 肖宿宴大学毕业刚到北京 周乔虎却被下派到地方任职 这下 周乔虎犯了难 是将肖宿宴留在北京 还是带她随行赴任呢 最终 周乔虎大胆玩起了走钢丝游戏 居然带着情妇上任了 周乔虎带肖宿宴赴任后 在一个高档小区租了一套房子 将她安顿下来 周乔虎给肖宿宴约法三章 不能公开他们的关系 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办事 不能到办公室找他 初来乍到 为了让周乔虎给自己安排一个好工作 肖宿宴非常遵守周乔虎的约法 肖宿宴想进海关 税务等薪水高福利好的部门 并且要当正式职工 最好有一官半职 他的这个要求 让初来乍到的周乔虎 操作起来有点困难 他找了几份工作 肖宿宴都不满意 周乔虎只好每月给他一笔钱 让他付钱在家 等待时机 可是对肖宿宴来说 时间就是金钱 他靠的是青春 不能让生命白白地流逝 他闲不住 也等不起 周乔虎白天忙于工作事务 晚上应酬也多 每周最多有两个晚上 来肖宿宴的住处过夜 肖宿宴备指周乔虎 应聘到一家文化服务公司 担任办公室主任 给自己挣了一份外快 肖宿宴所在的这家公司 业务范围非常广泛 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肖宿宴 要为公司接待三较九流的客户 在与客户的交谈中 他有意无意地得知 市警的许多新鲜信息 一天 肖宿宴接待了一个 前来洽谈业务的土方工程老总 郑某 闲谈中 郑某叹息地说 他的表哥林某 是分管成见的副市长 郑被检察院反毒局调查 如果谁能保全他表哥 他愿意出一百万 肖宿宴听到郑某 愿意出一百万 保他表哥的乌纱帽 并且是检察院办的案子 他顿时感兴趣起来 他简单询问得知 林某因为在建筑公司入肝谷 被调查后 肖宿宴对郑某说 他在省检察院有熟人 如果郑某相信他 他可以帮忙 肖宿宴哪里知道 郑某早已打听到肖宿宴是周乔虎的情符 为了攻陷肖宿宴 让周乔虎高抬贵手 郑某专程冲着肖宿宴而来 见肖宿宴上钩了 为了表示诚意和信任 郑某当即摸出一张银行卡 推到肖宿宴的面前说 里面存有一百万 只要林某平安无事 肖宿宴随时可以举走 一百万 实在是太诱人了 肖宿宴犹豫了片刻 最后把卡收了下来 他对郑某说 如果办不到 便完毕归招 当晚 肖宿宴急匆匆的招来周乔虎 一阵缠绵之后 将他答应帮助郑某的事 坦诚地告诉了周乔虎 请求周乔虎犯过林某 周乔虎一听 大吃一惊 叫他把银行卡退回去 为了做通周乔虎的工作 肖宿宴不停地给他吹枕头风 试图是过眼云烟 只有钞票是永恒的 他是决心跟周乔虎一辈子 可是 一个花甲老头如果没有钱 他如此年轻美貌 他图个什么呢 经不住肖宿宴风暴式的洗脑 周乔虎答应 积极配合开创西洋产业 周乔虎与肖宿宴达成共识后 两人做了分工 肖宿宴主外 主要负责与外界的联系和业务运作 周乔虎主内 主要负责内部操作 为了配合肖宿宴的外围工作 周乔虎开始带着肖宿宴 参加一些非正式的社交活动 以表妹的称呼推介肖宿宴 以此扩大肖宿宴的社会交往面 为他开展业务打下基础 周乔虎毕竟在最高法和最高检工作多年 反腐经验丰富 看问题 一看就准 周乔虎把第一轮反腐重点 放在了城市开发建设领域上 官员受贿 官员入干股 国企劳总贪污等一批与城建有关的案子 被纳入了办案程序 贪官有的是钱 一旦被反独局约谈 就会想方设法找关系 不惜花钱来摆平一切 这给肖宿宴的业务 带来了机会 省反独局办的案子 周乔虎毫无疑问地成为公关的头号人物 而作为周乔虎的表妹的肖宿宴 就成为贪官第一个想找的人 2007年初 海关副官长丁城 涉嫌巨额受贿 被省检察院反独局调查 其爱人带上丁城的几名铁杆兄弟 火速赶往省城 四处张罗 疏通关系 找到了肖宿宴 表示 愿意出二百万搞定这个事情 肖宿宴勉为其难地说 周乔虎只是他的远方表哥 又很讲原则 他只能尽力而为 那么肖宿宴到底能不能把丁城救出来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主播播的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 请开吊 vere β